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这个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传记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传记一书章节,第十章部分内容 神秘的中国未来第二夫人 习近平和李克强这两位接班人,夫人处于知名度的两极,前者的夫人彭丽媛是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后者的妻子则不仅从来不与李克强在公开场合出双入队,也几乎从不出镜,更不用说成为报刊的封面女郎。 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出来,中国未来的第二夫人是首都经贸大学外语系教授陈宏,原名陈宏。 更少有人知道,李克强的岳父陈金瑞,曾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团中央候补委员,团省委副书记。 陈宏比李克强小两岁,195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 文革中他初中毕业,下放到河南夹县广阔天地大有座位人民公社插队。 而他的父亲当时正是河南省知事青年办公室负责人,母亲刘一清当时在新华社工作。 河南夹县广阔天地大有座位人民公社,位于夹县城西南三公里处,是中国版图上字节最长,最有明确含义的地名,随着政治风云变幻,几经善变,演化成了如今的广阔天地乡。 这个打下先民时代政治烙印的地名,来源于毛泽东的一个批示。 1955年7月,正在运筹中国农业全面合作化的毛泽东,看到下面成递来的河南省许昌地委书记赵天熙给七届三中全会的汇报中,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毛泽东对这段话发生了兴趣,夹县大理庄乡,全乡平农和夏中农里面,有七个陌生学的中学生和二十五个高小毕业生。 把两个中学生分配到老舍,其余的全部分配到七个舍架子去,以便解决会计和济公园不够的困难。 毛泽东用草体述航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编者案,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座位的。 这个暗语连同,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被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该书出版后,出版社赠给大理庄乡五套,乡里为此召开了庆祝大会。 毛泽东这段关于知识青年的批示就成为经典语录,被人们奉为闺念。 文革初起,1966年6月27日,河南日报,在毛泽东首纪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座位的通篮标题下,用两个整版刊登长篇通讯。 红太阳照亮了知识青年前进的道路,既贾县大理庄、吴唐、洋庄三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的战斗事迹。 贾县的头头,看到了毛泽东批示带来的名气,决定单独建一个公社,定名为广阔天地大有座位人民公社,以下按照当地习惯简称广天公社。 1968年7月15日,3万多群众集会,庆贺公社成立。 这个公社的公章成了一方御赐令牌,到哪儿都一路畅通。 老乡们也好像成了领袖亲戚,公社的名气带过了夹线。 这年8月24日,广天公社迎来首批71名郑州下乡知识青年。 1974年,广天公社在P0T孔运动中再次轰动全国,江青派样板戏, 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浩亮和新华社记者杨瑞敏,给知青送来了数百套P0T孔材料。 文革过后,1980年11月,广天公社开始褪色,更名为大理庄乡。 然而,1993年,甲县的领导意识到广阔天地这个名称, 经过40多年锤炼,已经成为无形资产,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在1993年8月24日,大理庄乡再度更名为广阔天地乡。 大河报,为何突击采写知青成就? 河南省大河报,1998年8月23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 发表了长篇重头报道,广阔天地,中国知青运动的圣地。 该报派出多名记者,花了极大功夫,分头采访,图文并茂, 介绍了这个乡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渊源,以及后来潮起潮落的变迁。 报道的主要笔墨,集中在1968年文革,高潮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列举了知识青年与农民在这里的建设成就, 并列举了从这里走出去的一大批人才。 国家商检局副局长张乾春,全国唯一的女行针对常张立生, 省劳动厅副处长杜英帝,洛阳拖拉机厂副厂长王丽, 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宏,省农科院的副研究员薛喜梅。 卫石魔、大荷豹,要花两个版的篇幅, 浓墨重彩的大写特写广阔天地乡的知识青年。 知情人指出,奥秘就在其中这两段话, 一介介一茬茬的城里娃在广阔天地, 由一群群毛孩子逐渐衰大锻炼成长起来。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今都成了我省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方面的动良人才。 盛夏,我们群寻在广阔天地乡专设的知青纪念室, 展开那些积淀了无数岁月的老照片时, 县委副书记王运舟,兴致勃勃如蜀家珍。 瞧,这个漂亮而羞涩的姑娘叫陈宏, 原文如此,应为陈宏,现已是高校副教授, 我省代省长李克强同志的夫人。 在同伴们印象里,她父亲当年也是省里一位领导, 母亲是新华设计者,这女孩真有本事, 高干子弟却没有一点骄横之气。 那么多之亲,我最服气陈宏, 有魄力,有干劲,实实在在。 陈宏隔几年就要专程回乡一趟, 嗅嗅河南的泥土乡,听听老家的乡音味。 原来如此。 李克强是1998年6月从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 调到河南当省委副书记,随即任副省长,代省长。 两个月后,大核报就紧急采写出如此长篇报道。 不妨说,其实所有知青都是为了给陈宏做铺垫, 就像文革中样板系的三突出原则一样, 是为了突出我省代省长李克强同志的夫人。 陈宏当时是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 该校后来升格成为首都经贸大学。 知情人透露,大核报的长篇知青报道, 泄露了李克强夫人的早年情况, 虽然字数不多,而且全是赞扬, 但刚履行的李克强并不领情。 该报副总编辑是著名的报业狂人马云龙。 马云龙后来在一系列问题上得罪了河南省委、省府领导, 例如,抢先在省委下达禁令前, 报道了2000年12月25日圣诞节洛阳东都商煞大火死亡309人, 坚持大篇幅报道河南艾滋病,终于被省委免职。 但是,最早却是这篇正面介绍知青经历和贡献的稿件, 埋下后来李克强不满马云龙的根子。 当年知青的头号代表薛喜梅的一位朋友, 介绍了薛喜梅与陈宏当年的友谊。 有一次,知青时代的女友酝酿多日后举行聚会, 薛喜梅丈夫的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准时赶到了饭店。 她还是纳摩沉稳和安静, 虽然现在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 却仍旧非常朴素。 朴素到看她的穿戴, 绝对不会和她曾有过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年轻时, 作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青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 喜梅既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注, 也曾受到过江青的接见, 当时, 其名字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见到。 后来, 受到冲击, 再后来, 在胡耀邦总书记的亲自过问下, 在当时的省委书记和新华社记者的关心下, 她上了大学, 分配了工作, 当了领导。 转眼间, 多年过去, 她除了看书, 搞好研究, 做好本职工作, 对政治以默一点兴趣。 期间, 李克强到河南当省委书记, 李克强的夫人陈红当年是喜梅的秘书。 陈红是一位非常文静, 漂亮的姑娘, 她的妈妈当时是新华社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 知青时代接下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 何况, 当时陈红和喜梅吃住都在一起。 而喜梅, 既没有想过借此关系如何如何, 更不像任何人炫耀当年的辉煌和荣耀, 对她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关系, 更是守口如瓶。 岳父岳母从事扶贫开发。 陈红的父亲陈金瑞和母亲刘一青, 双双都在国务院扶贫办挂贤, 陈金瑞是国务院扶贫办顾问, 而刘一青是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常务理事, 全国扶贫状元评委会办公室主任。 刘一青长期在河南工作, 在新华社河南分社担任过记者。 1980年5月, 新华社创办《半月谈》杂志, 发行量多年雄剧全国时政报刊之首, 1995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刘云山, 专闻称之为中华第一刊。 刘一青担任该刊通联部副主任, 原总编辑敏凡帆录, 在《半月谈》初创的那13年一文中说, 通联部的习军, 刘一青, 杨燕, 郑文山, 王金中, 姚信泉, 王秀珍等同志更是全力以赴, 工作甚为细致。 后来, 他又担任《半月谈》总编室副主任, 并以这样的身份, 担任中国扶贫开发协会的常务理事。 常务理事中, 绝大部分都是著名企业的董事长和副省部级官员, 颇有一些大名鼎鼎的人士, 像薄熙来的哥哥薄熙成, 原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等等, 只有刘一青, 头衔仅简单的标注为新华社记者, 显得另类。 在刘一青退休之后,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成为他一个主要的活动舞台, 这个机构大有来历。 中国国务院除了列入内阁的部、 委、 办, 还有很多跨部委的机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就是国务院的意识协调机构, 成立于1986年5月16日, 当时称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1993年12月28日改用宪明。 这个小组目前是由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兼任组长, 成员包括国务院办公厅、 发改委、 财政部、 人民银行、 教育部、 科技部、 民委、 民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寄生委、 环保部等等, 以及群众组织工、 亲、 复合中国残联等有关部门主管。 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挂名, 下设办公室, 简称扶贫办, 下面设了一堆行政人士, 规划财务、 政策法规、 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等部门, 还有庞杂的直属机构,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中国扶贫发展中心,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中国扶贫基金会, 外资项目管理中心, 等等。 刘一清担任常务理事的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成立于1993年6月, 是国务院扶贫办指导下的一个全国性社团组织。 其工作宗旨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引导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开展产业开发扶贫工作, 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 目的是实现扶贫开发的社会效益与投资回报双赢。 现任会长是曾经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胡复国, 潜水店部长前正英等人担任顾问。 这个协会的机构也不得了, 设了教育扶贫办公室、 综合部、联络部、 会员部、 培训部、 办公室、 开发部、 研究部、 公益宣传中心等八个部门, 下属国际中复达实业总公司和中国扶贫与就业杂志社。 现有团体, 企业和个人会员340个, 会员拥有资产总量近超过5000亿元, 刘一清在扶贫开发协会的工作十分活跃, 到处调查研究, 牵线搭桥, 推进各种项目。 而他的丈夫, 李克强的岳父成金锐, 也在跟他并肩奋战。 岳父成金锐是个老团派, 成金锐是从山东老解放区抽调到河南任职的。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就在青年团内担任重要职务。 1952年, 在河南郑州市第二次团代会, 1953年, 在第三次团代会上, 他都当选卫团市委书记。 1957年5月,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 青年团后来改名卫共青团, 这次大会也相应改为第八次代表大会, 选出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领导机构中, 成金锐名列6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第三十三位, 还排在胡启力、万绍芬, 后来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阮明、李淑珍, 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等人之前。 1959年12月, 在河南省第四次团代会上, 成金锐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 第二年当选为河南省清联主席, 1962年当选连任省清联主席, 1963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 在河南省第五次团代会上, 成金锐再次当选为团省委副书记, 升位排名第一的副书记, 这是他在共青团岗位上担任过的最高职务, 后来仕途就长期持出不前了。 文革中, 他是河南省制清办的负责人, 文革过后, 1982年国务院成立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领导机构, 1983年中央设立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 成金锐担任中国三西地区办公室主任, 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扶贫, 而且是辅助中国最贫困地区脱贫, 所谓三西地区是指甘肃河西、 定西和宁夏西海固甘旱地区, 素以甘旱、缺水、贫穷、落后、苦及甲于天下而著称。 1986年, 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成金锐任扶贫办顾问。 李克强之所以到团中央任职并升迁, 在共青团内有相当人脉关系的岳父起了作用。 当他看见女婿李克强1983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1985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清联副主席, 1993年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这位老团干想必有青出于蓝的感慨沿线吧。 2003年, 新华社曾经发出一篇报道, 扶贫状元春节到百色访评问苦, 其中也提到李克强的岳父岳母。 这篇文章说, 今年正月初四至初七, 全国扶贫状元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之, 又率广州市卫问团来到广西百色贫困山村。 这是1996年以来, 他第39次来到百色, 也是连续七年在大年正月别离亲友来到百色访评问苦。 四天时间行程1700多公里。 跟随陈开之一行的, 除了广州市官员, 企业家, 国务院扶贫办顾问程金瑞, 全国扶贫状元评委会办公室主任刘一青, 也随陈开之到百色扶贫。 当他们来到田东县临峰镇龙国屯, 有个村民说, 村里有三个国, 他们立即起身去看, 得知三个孩子最大的谢苗旺只有十二岁, 最小的弟弟七岁。 谢苗旺六岁时, 父亲去世了, 母亲随之改嫁, 他们住在唐叔家里, 生活靠村里人接近。 程金瑞, 刘一青当即决定资助三个孩子读书, 一位房地产商当场给村里捐款五万元。